洪奇昌是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 他曾经担任海基会前董事长 现在遭到新潮流除名 虽然民进党曾经宣布解散派系 但是新潮流一直透过智库运作 在绿营内部被认为 几率严明 论述犀利 而且成员众多 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 还有立委选举当中表现都很突出 已经是民进党内的最大派系 几乎可以左右民进党 更是蔡英文大选时候的最强攻击手 在现场开会 哪一位没有看到这个背板 请你举手 你们是瞎了吗 选前咨询陆委会官员 立委段仪康火力四射 面对大选蓝营副手王如璇一出场 段仪康加码天天爆料 靠军斩案把蓝军气势达到谷底 一出手就成话题 绿营内部这次总统大选 抬叫战力最强 就属段仪康新潮流系 过去当然新潮流系会被认为 是党内的一个刚性派系 就是你要参加这个团体 必须要多少人推荐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子的做法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子的路线 才能获得社会民众的支持 然后在每一次的选战里头 能够攻城掠地 现在民进党解除派系的 我想新系也不可能 用一个派系的姿态 就能够去主导整个民进党的发展 2006年民进党全代会 通过解散派系 新潮流在民意上虽然已经解散 但台面下转位智库默默运作 而且实力越来越坚强 林经立法院的新台湾社会智库 就是现在新潮流大本营 当年可是有吴乃仁 邱毅仁共同创立 论述西立内居力强 是新潮流最大特色 培育不少子弟兵 20149合1 民进党拿下13线市 直辖市包括高雄城局 台南赖清德 桃园郑文灿 都是新潮流人马 再加上屏东潘梦安 彰化魏明谷 宜兰林聪贤 新系势力不容小觑 而2016立委选战 民进党68席 新系立委就占了三分之一 也难怪新系立委蔡其昌 成功卡位 成为史上最年轻立法院副院长 但正值蔡英文副院人士 卡位站 碰上新系大佬洪其昌 被新潮流除名 是不是派系阴谋论 新系人马都避而不谈 很多的想法跟做法上 可能双方有一些差距吧 这个应该还是请 新社会智库那边来发言 会比较妥当的 中典三菱各有选择 来来去去 都视为自然 否认派系切割 仍是卡位站 但新潮流多年运筹帷幄 先是掌握地方行政资源 现在又是立法院 最具战力的绿营系统 开拓不少谈判空间 下一步放眼蔡政府 服院布局 企图心不言可遇 有点TV线美分成 于宾留学综合报道